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在辽宁舰待了多久 我在辽宁舰待了一年多 当时是辽宁舰的操作兵 那么大一艘航空母舰 尽在你的掌握中 其实我们是说 我们就相当于舰长的手 舰长说我们往右转15度 然后我们来完成这个指令 那方向盘不还在你手里吗 没错 没错 大海航行靠坐是吧 太脸 太脸 在我从大学刚刚来到部队的时候 是有一点水土不服的 就是有一些不适应 是有一本书给了我很大的指引 它的名字叫《燕园军女青春梦》 这本书其实就是 我们北大的退伍士兵 讲他们是怎么一步一步 从一名青年大学生 成长为一名合格的解放军战士 这本书可以说是陪伴了 我在辽宁舰上的一个多年头 然后也陪伴了我许许多多 在海上漂泊的日日夜夜 这本书指引了我不断地去突破自己 然后成长为更加坚强的海军战士 我会把他当作我的一本答案之书 今天就想问一下齐政伟 在您的万里航程中间 有没有这样一本答案之书呢 当兵二十多年 我是跟着舰艇一起走向大洋 赤上大洋走了很多的路 但是我更多地觉得呢 在书本中寻找的 它不是一种答案 应该是给你一种 去寻找答案的方向和路径 对 从书本中去学习这种力量和智慧 从中去寻找通向问题致命的钥匙和路径 这也正是我们阅读书籍的它的意义所在 答案一定是自己给自己的 对 没错 当我们读一本书的时候 它就像吃饭一样 它会一点一点地长成你身体的一部分 我们可能不记得当年我们吃过什么饭 长成了现在的我 就像我们读书一样 我们可能不记得哪本书 我们读到了它具体里面的句子也好 内容也好 但是它慢慢地变成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它是带我们通向成功之门的钥匙 其实我各种书都读 但是我读得最多的呢 还是中国古典经典一类的书籍 史记 这个我已经读过两遍了 现在我正在读第三遍 我从这个史记当中呢 能找到很多的我人生的智慧和启示 但我跟你讲 如果说真的读史记开始读第三遍了 那是真的爱这本书 每次读史记也有一种感觉 让我想离开一次 去仗剑抖天涯 当豪杰 当侠客那种感觉 您请坐 就是这么多 所以你看 一本书给人的这种激励和状态 这是发自内心的 就是你能体会到 就是齐政委在读史记的时候 那种快乐感 就他哪怕现在书不在手边 但一想起书里的内容 马上就要站起来 我自己的真实的感受 就是我们读历史 当读不懂历史的时候 我们看看现在 当我们看不懂现在的时候 我们可以读读历史 就像魏征的说了一句话 叫以童为敬 可以正义观 以史为敬 可以知心替 以人为敬 可以知得失 我觉得读史 它带给我们的这种体会 是非常广泛的 谢谢齐政委的解答